Hello 欢迎新建直播间的朋友 欢迎欢迎 这里是三星交友直播间 想要在这里认识新朋友的同学 可以点击申请连迈交流哦 我叫程依依 是一名95后 我是从去年年底的时候 开始当赛博红娘的 我平时是在公司做行政工作的 主要负责我们的各地分公司的联络工作 会和很多人当网友 隔着屏幕互动 所以后来开始当赛博红娘的时候 就感觉也没有那么陌生 这些呢就是我当赛博红娘的一些装备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就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麦克风 这个呢是我的云台支架 这个云台支架可以横屏 还有竖屏来切换 支持我们不同的直播间的需求 我平时工作要一直关注 手机上的消息动态 其实很难有大段的 属于自己的时间 后来我偶然一次在社交平台上 刷到过这种连麦交友的账号 发现其实有很多人 都跟我有一样的这种问题 工作忙 甚至有一些挨人不上消息 这个大数据其实有的时候 还是挺有用的 比如我喜欢游泳 偶尔确实会连到 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后来我就想隔着屏幕聊天 我是专业的呀 为什么不自己试试看呀 谈恋爱和工作学习一样 就得认真上心 然后我就开启了 我自己的赛博红娘之旅 我一般都是晚上下了班之后 然后不忙的时候呢 跟大家开麦一起聊聊天 那曾经呢就有一个小伙子 他是学建筑学的 那天呢他就匹配到了一个学电影的 他俩聊什么空间叙事的话题 很专业啊 你说一个平时盖房子的 他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他是大概率碰不上学电影的 聊天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这种 共同的兴趣爱好 结果呢他们就在一起了 像这种专业的话题 我也是插不上话的 所以呢其实想当好一个红娘 也得广泛涉猎知识 线下交友 首先你要抽出专门的时间 出席打扮 可能还得准备一个小礼物 这起码就得担半天的时间 通常会有一个拟定好的前提条件 比如说户口收入是否满意 在这些物质条件的相符的前提下 再去找相对看对眼的人 而在公共直播间里边 大家其实是以这种兴趣导向为前提 之前还有人表演乐器 表演跳舞 一般人不太会上来 就聊这种收入 车房这种敏感的话题 毕竟这个是以一个 以娱乐为导向的兴趣空间 大家兴趣相投 就会有共同的话题 觉得合适 两个人自然而然就往下发展了 婚姻里 物质条件确实是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感觉直播间里边 大家是在以兴趣相投的前提 再去看这个人进一步的物质条件 它和线下相亲反转的前提 对于参与者来说 在气氛上会更加轻松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偶标准 不管你怎么选 合适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比起物质条件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会更注重精神契合 网上聊天没有那么刻意 有个赛博红娘暖场 大家的相亲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就不会很尴尬 现在的信息发展十分迅速 人们更希望找到更多 与自己兴趣相同的朋友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赛博红娘 产生的原因 当今时代的年轻人 更喜欢用自己的碎片化的时间 来减轻自己的压力 这可能是一种新的交友趋势吧 在直播间当赛博红娘 我觉得是对我生活的一种补充 其实除了找对象 我也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 甚至还有一个人 我们俩聊完 还顺便一起做了个项目 互相成就了我们那个月的GTI 就觉得生活突然丰富了起来 当然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直播间交朋友 机会变多了 但是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